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了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时刻,谢谢大家。 宣布中国释放的两名加拿大人并非离中国。特鲁德说,中国释放的两名加拿大人回家了,他们在沃泰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夫妇前外交官迈克尔·康明凯和商人迈克尔·斯波沃尔离开中国领空,正在回家的路上。特鲁德说,他们的飞机预计讲于周六降临在加拿大。 特鲁德说,这两人经历了难以置信的艰难磨难,在过去的一千天里,他们展示了力量、毅力和优雅,我们都受到了鼓舞,扰乱中美加关系的这场世纪大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能否得到缓解,对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以待。 我只要 queria як继续,我们的核心和优优修与其他员外的团队和中国同样的优统, der您在建设和 Canada保持持续练乎其他两个人。 一番继续,我们要多谢中国人,尤其他们保持到我们的心思和和可以代表达到来自主持续络, measures that are at over the world looking out for each other these two men have been through an unbelievably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it is inspiring and it is good news for all of us that they're on their way home to their families